這個戶道的開頭 非常多賣咖啡的 這裡有廟口市集 哇 你看 咖啡店那麼多 這裡有營火桶 這個應該是小天梯吧 本吊橋 現宅25人 這是華山溪吊橋 這裡好多樓梯喔 我已經走了 滿身汗的 看到這個有點累 可以到華山咖啡街 超紅的 下山吃我最愛的愛玉了 吃這個 秦仁橋拓花 哇 好大碗喔 它是愛玉給人多耶 酸酸甜甜的 非常消除 再買個兩杯豆漿回家喝 大家好 我是阿媽 歡迎來到MainLife 今天呢 帶各位去 雲林谷坑 華山溪步道 自由 今天有點陰天 希望不會下雨 OK 又不囉嗦 出發 GOGO 各位我到了 這是它的一個小型停車場 然後這是要付費的 50元投進去 我剛才已經投了 這個步道的開頭 非常多賣咖啡的 我剛才這樣 山上一路上上來 超多家賣咖啡的 而且 感覺店面都裝潢還不錯 現在位置在這裏 我想要去找個廁所 廁所要去福華宮 或者是國小 誒不 遊客中心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是沿著這條一直走 走進去 會看到天梯 跟情人吊球 就是現在眼前這條 我們現在要先走下去上個廁所 谷坑它是一個以 咖啡文明的鄉鎮 有很多華山的咖啡種子 像這個就是一間 走到這個福華宮 就可以看到 WC的 COMEBUN 所以福華宮 這裡的停車場 是不用潛的 看起來是喔 這裡有廟口市集 好啦 我現在上完廁所了 我要走回去剛才的入口處 從這裡進去啦 哇 你看 咖啡店那麼多 還有 還有 愛玉店 苦茶友 農民市集 這裡以前應該很熱鬧 你看這邊也都有 只是現在沒有開了 咖啡大街 咖啡大街 小天梯 情人橋 也是這邊喔 前面有個土石油教學園區 到這裡車子就不能進來了 最後開始是登山土布區 漫遊 引領 哦 漫遊 雲林 流行天橋 現在位置 這裡有 螢火蟲 觀測站 情人橋 獨角仙公園 小天梯 黃金瀑布 還有猴子 還有自然撼動的生命 引火蟲大解密 發生土石流 之三大要素 充分的堵殺料 溪流波渡條件 降雨條件 上游有大量崩擊土堆積 就可能會有土石油的產生 然後就要預防 災害情況 這是黃金瀑布嗎 感覺是哦 只是現在沒什麼水而已 然後這個黃金瀑布有10層 小天梯到行燈橋 大約200公尺 快到了啊 那這個步道還蠻簡易的 無私無我 揮動大地 龍在我心 這裡有一個休憩亭 芙倫櫻花步道 哇我到了 這個應該是小天梯吧 噢情燈橋是這個 小天梯是這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是哪一個啊 還是這個不是啊 這個是華山西吊橋 所以我們的兩個目的地都還沒到 這邊不知道去哪裡 反正還有 左右兩邊 都去 這是華山西吊橋 好 這是我現在眼前的景色 這是我現在眼前的景色 好 這麵 是 上面好像封路了 我沒有封是這一段不能走 這段可以走吧 確定 確定這個可以走 哇這裏好多樓梯唷 我到了 這一邊的山頂是華山的佛光檀院 走這邊超累的 我已經走了滿身汗的 滿身汗 好了休息完我現在要下山去剛才那個吊橋 然後要走另外一邊 去 小情人橋 也是情人橋 那這邊不太建議走上來 因為上面沒什麼 我只是很好奇而已想說走看看 我走回來了 這個告示看一下 寫本吊橋縣宅25人 哇看到這個有點累 哦到了啦 哦到了啦 向前走 可以到华山咖啡街 1600公尺 两人而已 好晃哦 不好走 超晃的 看一下这里出去是什么 然后出去1600公尺就可以回到刚才的地方了 好那我们从这里返回好了 累 累 好了准备下山了 下山吃我最爱的爱玉了 渡口那里就一间 刚才老板娘一直在喊 我想说下山一定要去捧场 而且现在出太阳了 我还带着雨伞 怕下雨 那这个步道呢 从停车场走到刚才的行灯桥那里 大概40分左右 那走到后面这个吊桥的话 大概30分 如果你们像我一样要从吊桥走到另外一端的话 大概一小时左右 因为它那边是一路上坡 我觉得比较难 对因为那边是一路上坡 然后都是楼梯 还蛮累的 这个步道就是可以看两个吊桥 OK 那我们现在就慢慢的走回去停车场了 我走回来了 我来吃这个情人桥过花 小岛会想爱玉冰吗 对我要爱玉冰 这边吃喔 对这里吃 请坐 好 我们来吃个手作天然爱玉 40块 然后它这里也很多 小甜点 豆花 创冰 还有豆浆 我现在买个豆浆 哇好大碗喔 糖水 然后还有 柠檬 太大碗了 它的爱玉给了很多耶 40块 它的爱玉有金桔柠檬的味道 酸酸甜点的非常消暑 酸甜点的非常消暑 酸甜点的非常消暑 完食了啦 好再买个两杯豆浆回家喝 准备结束今天的旅程啦 好的各位 那以上是华山西步道一日游的行程 那我现在已经走到停车场了 那如果你没有来走 这个步道的朋友可以 顺便喝个咖啡 享受一下下午茶时光 那因为我本身没有 喝咖啡的习惯 所以我就吃爱玉 OK 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 记得帮你一个喜欢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帮我订阅唷 那我们下部旅程见 拜拜